日本专家表示 肠道健康与身体状况息息相关 所以照顾好肠道是百利而无一害 台湾医师江坤俊则指出 台湾人外食比例偏高 想要肠道健康 就必须从外食摄取上做好把关 在日本位为风潮的肠活 是指近年来多项研究指出 肠道与大脑之间存在频繁的双向连结 肠道又被称为人的第二大脑 如果肠道俊从失衡 会影响人体免疫功能以及睡眠品质 日本常活专家遍野一己 认为现在人多因为饮食不均衡 压力大、缺乏运动 造成肠道环境紊乱 除了从吃改善也要多动 像是适量的腹部体操 就有助于刺激腹部肌群 促进肠道蠕动 医师江坤俊指出 台湾外食族常见的隐忧是三多三少 三多指的是精致淀粉多 属于高聚哀食物 吃多容易造成肥胖 第二是纳多 与高血压有关 第三使用一次性残聚多 可能会摄取到溶出的塑化剂 三少则是包括膳食纤维少 维生素不足以及钙不够 江坤俊针对肠道修复 从移除、酵素取代 菌从种植、修复与身心灵平衡 五大阶段 再到简单落实 天天心肠活 达成日常生活好习惯 营养师高韵菌补充 健康饮食对身体有深远影响 高薪饮食不但能帮助肠道蠕动 也是肠道菌从主要能量来源 除了摄取膳食纤维 也要增加肠道好的益生菌数量 才能肠保健康 人间福报陈林芳台北报道